好,谢谢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李莲 今天这个视频,这位嘉宾我就不好介绍了 我不用介绍,大家可能都认识他 大家一看他的,不用说看他脸 可能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是谁 Hello,大家好,我是澳洲Henry 这个非常感谢李莲今天邀请我上他的这个节目 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业务也好 探讨一下互联网也好 我今天会这个尽可能的跟大家把我知道的东西分享出来 Henry,其实我认识你 也是大概12月份 我才真正的多多了解你 正好是那一段我自己腰病复发 然后呢,我是卧床 没办法,我说那怎么办呢 我就干脆多听听视频,多学习学习 那个时候看到了你其中一个视频 讲到了个人品牌这个课程 正好要在1月份要开 所以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连续基本上每一天都听你的视频 最后报你的课程 后来呢,上完课程之后 我说,哎呀,Henry,我一定要在我的频道里访谈你一下 哦,谢谢,谢谢,这是我的荣幸 我知道很多的,我其实很多的群友也是认识你的 那我是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希望呢,对我的这个平台的受众 大家会有一些帮助,也更多的了解你吧,我想 好的,没问题 那好的,Henry,对于还不了解你的这些朋友们 你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澳洲Henry 我跟Lillian一样是YouTuber 同时呢,这个我跟他也是同样的一个行业出身吧 虽然这个不太一样啊 他是这个教大家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房子 我是做房地产出身的 我大学毕业,在澳洲毕业之后呢 大概2011年,我就开始从事 像房地产销售啊,房地产开发呀 房地产管理啊,等等这个业务 做了有10年了 所以说起来跟这个Lillian是同行吧 后来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也是因为疫情啊 这个我跟Lillian应该路径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后开始加入到这个 这个网络的平台上面 开始做一些YouTube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的一个职业生涯吧 好,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如果你愿意支持我和Henry 也请你帮我们点个赞吧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 你怎么就想到从房地产到了这个自媒体呢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一下 我可能在我自己的频道上面 我都不敢说 因为说了的话会容易得罪很多人 那我在这边我就说一下吧 其实我很欣赏Lillian在做的事情啊 就是她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 就是很多房地产这个行业 你看海外 无论在哪个地方 在东京也好 在温哥华也好 在墨阿本西里也好 很多的华人都在从事 为什么房地产因为高利润 很容易赚钱 你去卖房子也好 你去做租赁也好 这个里面利润真的很高 我曾经说过 就是有一次在唐人街吃饭 前后左右做的都是做房地产的 这个很正常的对吧 但是房地产这里面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房地产呢 它赚钱很多人是靠信息不对称去赚钱的 就是比如说卖房子的人 对吧 就很容易出现 比如说卖房子给那种新来的华人 然后去坑他们一笔 赚一笔钱 这种情况在房地产 其实是屡见不鲜的 也不是什么秘密 对吗 我做这个地产行业 其实做了有十年 我看到这个行业里面的 好好坏坏的一些现象 我不能说我自己就是出于你而不懒 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 我觉得Lillian做的这个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考虑 是我教你怎么做 然后呢 那个我把我之前知道的经验告诉你 就是这样避免了很多人去走路到一个 就是错误的地方 房地产第一个房子投错 其实对它后面很多很多东西都会有影响 那我呢 是其实呢 刚好疫情来的时候 是我做这个行业做了有十年的一个时间 我觉得也是人生到了一个关卡了 所以呢 我就想认真的思考一下 就接下来我要做什么 首先呢 这个我当时就在犹豫 房地产这个行业要不要继续去生根 要不要继续去做 然后呢 我就去看了这个行业 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几家公司 它的负责人 它的老板 有几个我都是认识的 有一些是行业大佬 但我 我说实话 我看了他们生活的状态 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状态 不是说我清高或者怎么样 就是我看着他们每一天 还是去看楼盘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 把楼盘高价卖出去 然后赚中间的差价 或者就是开发 开发去找那些爆发的点 然后做营销 然后把自己的产品卖得尽可能的贵 然后跟那些中介去讨论 怎么分钱 每天都在研究这些这种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这不是我要做的 我想做一个就是影响更深远一点的 并且我内心 内心深处我是看得起我自己的 就我觉得我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就想从互联网出发 我就开始做YouTube 开始分享我对房地产的一些观点 一开始吧 就是其实反对的人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我说的一些东西 可能牵涉到很多人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我团队里面有很多人不理解 就觉得我在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但是呢就是这个疫情吧 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但对于我来讲 反而从某些方面帮助了我 虽然业务一开始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波折 但是呢他却给了我一个机会就坚定的要走下去 然后呢开始受到一些用户的关注 他们的关注呢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 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 然后我就觉得这条路肯定是对的 并且是我想走下去的 至少十年后我不会后悔 所以呢我就开始坚定的开始转型 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其实Harry从我自己看到你频道 你可能比我还短一点 我今年是应该是三年左右 你应该比我短一点 但是我自己真的是特别佩服你 而且呢也是特别 为什么抱你的课程 也是想看一下你是怎么样做起来的 像我们做YouTube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从尤其是最开始起步 像我自己花了11个月才有200个粉丝 那我想你的第一年也是很很艰难的 所以在是不是后来 你的这一年之中所做的 给你的很大的信心呢 确实这个在收入上面啊 随着我开始做社交媒体 就是收入慢慢的开始提高了 我原来就是我做社交媒体 我没指望能够挣多少钱的 但是渐渐的这个社交媒体 它带来的收入居然比之前 我原来的那个收入还要高了 所以更坚定不移的 让我在社交媒体 自媒体这条路上面走下去 因为我看到你其中一个视频 讲到你去年的 自己一个目标是100万 当时你这个也是很大胆的一个目标 但是最后你终于 你真的是实现了 对吧 是的 我们去年的时候 当时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很多人会觉得自媒体在演啊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就是自媒体未来的发展 它一定是下层化的 就是你如果是展现自己真实生活的 就不需要太多技巧 其实也会有人关注你 我是讲的真实情况 因为我在去年年初 我定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谈对的人都觉得我们疯掉了 就是我们这块没有什么经验 但实际上是 我们最后真的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自媒体神奇的一个魅力吧 那我们谈到了这个收入这方面 我其实也想问一下你啊 因为你原来呢是做地产投资 而且基本上我们都是做长线 对吧 我们被动收入 那么你现在做自媒体 我也知道你做咨询 就是在被动收入和主动收入这方面 你可以不可以讲一讲你自己的体会吧 我的想法可能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啊 我觉得被动收入比主动收入还要重要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就是我从小到大 我很小的时候 我父母就离婚了 我父母离婚了 但是我并不可怜 就是我们家亲戚啊 什么的这些朋友啊 都特别的好 比如说我大姑妈 那个比我爸要照顾我多了 OK 所以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在不同的学校 就有的时候住我大姑妈家住一两年 然后住我二姑妈家住一两年 但因为这个特殊的经历啊 让我看到了不同的家庭 他们怎么理财 他们怎么赚钱的 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 比如说就讲我大姑妈吧 他家条件就特别好 二姑妈 那个三姑妈 我们家是我爸爸是三个姐妹 三个姐妹都很照顾他 所以我爸爸有一点点就是那种 有一点那种妈宝男的感觉啊 真的就是比较任性一点 然后呢 这个我看到这个不同的家庭 我发现我大姑妈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对人很慷慨 他对自己很小气 但是我看到他是真的是一直在理财 一直在理财 包括他其实就做了几件事情 让我回头去看 真的很厉害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都是小房子 就一个小房子换大房子嘛 就是城市改造到新区小房子换新房子 他们家换了三次房子 他没有一次卖房子的 就绝大部分人都是把那个小房子 我们那时候拆迁之前的那个小房子 把它卖掉 卖掉之后换大房子 但我大姑妈就是坚定的 就是不卖 你要知道不卖的话 就导致他买后面那套房子 他的压力就很大嘛 要拿出很多的钱 但是就是用他这个动作 他开始收租金 比如说他原来那个老房子 其实是在老城区 那个是校区 后来的校区 收的租金就特别的高 然后我看到他们家的这个收入 一点点提高的 那我想我自己看到这些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 看到我周边的人 我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但凡是特别依赖主动收入的人 他过得特别的辛苦 OK 但是用被动收入的人呢 他反而轻松了 为什么 因为用被动收入的人 他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赚被动收入就好像你在养一盆花嘛 但是做主动收入的一个人就好像你不断的在找这个新鲜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很多时候这个人他自己也会迷失掉 所以我觉得被动收入反而比主动收入更重要 嗯 那你现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主要的主动收入和被动收入的来源呢 是哪些 OK 我主动收入被动收入 其实我的收入比较复杂 首先第一个我过去做房地产 然后我们到现在团队还在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公司就是一个房地产团队 OK 这边有一个我这个同事刚来了 他是这个刚坐下来 他是我们负责租赁部门的 我们现在也管理着几百套房产 从我们过去这个做房地产的公司 我们延伸下来的被动收入是哪些呢 就是我们在管理大概两百多套物业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宾馆 就是我在大概四年前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看好深度旅游这一块 然后我们当时买了一个宾馆 然后这个宾馆呢也是请一个专业的团队在打理的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被动收入了 OK 因为房地产积极的这块收入是靠销售啊 是靠多开发 这一块呢因为我个人经历的转移已经比较 比较少一点了 那来到这个我新的业务这一块 我现在的被动收入呢 比如说YouTube上面的广告费 YouTube呢我现在一个月的广告费 大概有一万澳币左右吧 换成成美金大概在八千美金左右 但这个费用呢并不是我们非常依赖的一个费用 OK 除了这一块呢我还有就是在网上卖一些我们的线上课程 OK 这个东西呢它会源源不断的给我带来一些收入 这就是我的被动收入 那我的主动收入是什么呢 我现在最主动的收入就是给别人提供咨询 去帮助别人 就别人有一些问题 他申请了给我咨询 然后呢我跟他聊一个小时 企业呢我可能是提供一个一个月的一个计划 一个月里面跟他们通过七八个会议 做一些research 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 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主动收入 就是从地产到自媒体 它发生了一个变化 但其实还是有被动收入跟主动收入 我今天你说到那个咨询服务啊 和你这些主动收入 我呢就就在想跟这个听众讲 我请Henry多么的不容易 因为他的时间非常宝贵 而且非常值钱 Henry我不跟大家讲 你自己你自己讲一下 我是上了你的课之后 我马上报名了一个一对一咨询 你跟大家讲一下 你说我多少钱吧 我跟Lilien聊一个小时 然后收了他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其实很正常的 是我一个比较真的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 就是我正常我在就是澳洲 对这些这些企业家 我收的咨询费呢 大概在两千到五千一个小时 根据他们的问题不同 OK很多人会听到这个 会觉得非常的疯狂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付这个钱来给你呢 但实际上咨询 它是一个慢慢慢慢在发展的一个行业 就好像Lilien他做的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一种咨询 他只不过是通过互联网的形式 通过上课的形式 在帮助很多人 我说了就是人们比如说去买房 他买房的最终目的 其实是为了理财 是为了投资 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卖房子给他 像Lilien这样 他教别人怎么样去做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就是一个咨询的一个行业 为什么跟Henry说起来这个事情 因为我的有一些群友 因为我也做咨询 比如说房地产它没有方向的 那看了我视频 他觉得Lilien我想从你这得到一些启发 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房地产 怎么样开始来做 然后有一些做一些调整 我是有做咨询的 然后呢最近呢 因为我今年的咨询费增加了 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但是给你那个才20%你的那个费用 然后我就记得呢 我当时有一位群友就是说 我的朋友去年跟我说 你的收费是多少多少钱 他说今年你这个涨价了 涨这么多 我说你知道吗 其实呢 咨询费其实不是你觉得价格贵和不贵的问题 而是说你是不是觉得它有价值 如果你觉得它有价值 你就不会嫌贵了 我说你知道最近我花了多少钱咨询吗 我花了一千块钱一个小时咨询 所以刚才就为什么问题在你这个问题 对的 只要它有觉得有价值 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咨询完 你给我很多思路 当然了现在有一些落实 有一些还没有落实 但最起码我知道了 我知道一个方向了 是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很多人他不能理解吧 但其实比如说我来找历练 我来问你这个租房子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他不明白 就是正常一个人买房子投资 他会觉得房地产投资非常简单 确实房地产投资跟股票投资比起来真的简单好多 但我自己手上是有超过十套房产的 我自己管理过房子真的一大堆问题 我遇到过很多搞笑的事情 比如说那个房客在我 在房子里面中大马 对吧 然后房客不交租金 然后还不肯走 然后很多这些坑你都是你要花钱去汤 给自己汤的 就不是说钱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经历 你的你对一件事情的信心 像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 我有时候跟我太太在家聊的时候 我们就对房地产投资有的时候 失去信心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房地产业内人士 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给到一个我们公司的同事去管 OK 我也一样给他服务费 这个费用 我们依然是给到专业人士去管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我自己可以管的 后来我完全放弃了 就是我发现我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如果有一个像历练这样 做房地产租赁 做了这么多年 非常懂这个行业里面的规则 而且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管 他其实不是说能够给我带来多少收益 他至少可以帮我避掉一些坑 对吧 什么样的费用改划 什么样的费用不改划 他的这个带来的回报 其实是就是你没办法短期 用一个短期收益来证明的 OK 所以我觉得咨询这个东西 没办法用价格去衡量 这个知识的价值是没有办法拿钱来衡量的 跟大家说实话 如果我去真正去帮别人管理物业 收取这个管理费用 比我现在可能十倍二十倍的收入 但是我没有选择这样去做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精力有限 我想focus在交房东 如果是想要管理自己物业的房东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吧 是这样 那我想你现在的focus已经也不在房地产 所以你才去让别人去帮你管理 对吧 是的 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就自己管理和找中介管理 其实都是一个好的思路 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就是你找中介管理就没事了 不是的 有的时候麻烦也会更多的 这其实都是有门道的 比如说怎么去选中介 OK 自己管理怎么管 其实这是一本账 就是你自己去算 但是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吧 就是买房子本身是为了一个长远的投资 然后为了节约一些小的费用 比如说去听一下前辈怎么讲 听一下别人的咨询 或者找一个中介等等 这些都是解决方案 千万别在这些小的成本上面去计较 因为你最后要的是大的这个回报嘛 你看我们华人其实这一代起来的 你看我们的父母辈什么的 最后他们这一辈子 搞了一辈子 其实最大的收益 绝大部分人都是在房产上面赚到的 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房地产它是一个 真的适合绝大部分普通人去做的 我非常同意历练的观点 虽然我自己在创业 我也鼓励周边的人创业 但是我们要知道 创业这东西 说实话九死一生的 就真的能在这个上面赚到钱的人 是小部分 所以无论你在创业也好 没有在创业 未来要创业也好 我觉得还是要把投资 当成一个当务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吧 就地产投资相对来说 是比较 起点比较低的 所以才有人愿意去介入 对吧 是的 那说到这儿呢 我也想跟今天的听众讲一下 这是第一次我公开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呢 我们乐房俱乐部正在筹划一个地产投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有六位讲师 都是行业界的专家 我们花两个整天的时间 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另外还有五个特别的这个bonus 特别超值 希望大家如果真是感兴趣 想要说学习怎么样能够购买到满意的投资物业的 大家可以跟我联系 大家也知道联系方式我也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啊 4月2号和3号这两天 我们全天的这个地产课程 好的 那哈瑞毕竟来说你非常成功了 你也有很多经验了 但是对于我们刚刚起步的这些普通的海外华人 你给大家一点点建议普通的人 咱们没有太多的背景了 OK 首先第一个我不觉得我自己非常成功 因为成功它是相对的 我说真的 我不是说客气话 因为我是一个野心比较大的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状态一直都是不满意的 所以他就会推着我往前走 就是我现在做到的东西 跟我想要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甚至有的时候会瞧不起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 说到给建议 我觉得我也不能说什么给建议吧 我这么讲吧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啊 是首先在赚钱这件事情上 你要面对金钱这个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金钱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我们华人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经常不喜欢谈钱 就我们觉得谈钱特别俗 到今天都有一种感觉 好像伤人都是坏人 就是这是我们华人传统观念里面的 跟我们这个卢家思想有关系的 就是非常的反伤 但实际是什么 你看我们疫情啊 这个封城对吧 你看加拿大美国也好 澳洲也好 其实被疫情弄得都不行 你看我们在家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快乐 都是跟钱有关的 你看这个历练后面有这么多的盆栽 对吧 这些这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爱好 但这东西是要钱的 然后我在家里面跟我小孩玩的时候 有的时候疫情的时候 在亚马逊上买个玩具 对吧 这东西不贵 但是其实都是钱呀 对吧 你疫情在家有个院子 可以在院子里面跟小朋友玩一玩 可以住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舒适一点的房子 这些东西都是钱 就是我们要挣面前 我们要知道我们对钱的欲望 是正常范围之内的 我们想要赚钱 这颗心正常的是合法的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华人 就是可以去想的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就是要保持一定的 就是野心 保持一定的野心 因为就是赚钱这件事情上 我们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就比如说我做YouTube 历练做YouTube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都没想过我们可以赚钱 就是我们没想过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营生的一个东西 但是你会坐着坐着 你会发现 你坐起来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 比如说做YouTube 像Lilien 她还做这个房产俱乐部 这些东西 为什么她可以坚持下来 为什么有很多竞争对手 坚持不下来 那我讲的野心 它不是坏事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边 我这边有个水杯 对吧 我这个水杯 我先放在这边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说不要喝这个水杯 或者其他人跟我讲 不要喝水 你放心 只要你跟我说完这句话 我的注意力 就在这个水杯上 因为你让我不要去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喝水这件事 它会消耗我很多的精力 但是呢 我现在知道 我在跟Lilien开会 就是我现在更重要的事情 是Lilien开会这件事 所以水杯这个问题 它会很快被我忽略掉 我想讲的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工作也好 创业也好 投资也好 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你会遇到很多糟心的事情 你一定要有野心 很多人为什么坚持不下去 很多人为什么投资房产 第一个房子 遇到了很多问题 然后就放弃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目标 就是有个一两套房 他就觉得很安逸了 然后他就觉得很开心了 所以在第一套房子 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 但有的人是 定了一个目标 说我要有十套房 老子要有二十套房 老子就是要做有钱人 对吧 他有这个野心了之后 当他们投资第一套房 投资第二套房 遇到了一些困难 比如说上法庭 租客捣乱 他就会觉得 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一些事情 就是这是我要交的学费 我连这一套房都搞不定 我怎么搞得定三十套房 四十套房 所以他就会觉得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就一方面是 对钱有一个正常的欲望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是提高自己的野心 OK 就是让自己有更大的一个目标 我相信只要这两点有了的话 后面遇到的事情都不是事 普通人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 就是建立投资组合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不要管 你现在身边有一千块钱 一千钱 还十万块钱 先培养自己的一个投资习惯 就是先让自己做起来这件事情 比如说对于普通人来讲 如果你不想要风险 那你就把投资组合 绝大部分做一些安全的投资 比如说买这种ETF 买房产 OK 我的投资策略 就是80%的资金 我都会用在房产上 因为我其实不是说 特别看好房产 或者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 而是我觉得房产 安全性特别的高 如果在你这个经历之外 你还有时间 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其他的投资 OK 包括什么股票等等 当然不要花太多时间 然后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就是比如说今天 其实这个时代 给了我们很多普通人机会 你说做Uber送餐也好 做自媒体也好 对吧 开一个网店 做一个就是联盟营销 什么也好 都可以 但这些行业 你发现你都要去学习 就是你哪怕 做Uber开车 他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说今天拿个APP 你也要去 Uber他也有很多教程的 我有个朋友做过 他说有很多教程 你要follow他的教程 要不然你做不好的 你的评分会低 最后你的奖金会低 客户也会少 就我们做自媒体的 我跟Linian做自媒体的 也是一样的 OK 要有很多东西去学习 然后那个讲到 那个网店就更适得了 所以我觉得主动收入 跟被动收入 就是被动收入 就是投资 不断投资 主动收入就是 你可以去找一些 时代的一些新的机会 然后去研究 那Henry 我知道你在 今年 你也是有你自己的 投资目标的 对吧 那你跟我们讲一讲 你今年的 想要做什么 什么投资目标 我有几个投资目标 我想 我讲现实的和不现实的 好吧 现实的投资目标 是我每一年都买一套房 就是风吹雨打 就不管世界崩了也好 打仗也好 什么的 我不管 我是每一年都会买一套房 这个是现实的 然后今年呢 我是看到一个机会 当然这个不涉及到投资建议 就是现在商业物业真的好便宜 好便宜 现在墨阿本的街头 我看一些像唐人街 三个店里面有一家就是在出租的 这一块呢 我们一直都是租办公室的 就是像我们这个办公室 一个月的租金有15000澳币的 就是因为比较大一点 位置也是在市中心边上 然后我今年呢 就会花时间去研究一下办公室这边 我不会去买商业物也就是什么店铺啊什么的 因为我这块觉得不是我擅长的 但我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去买一个办公室 买一个这种就是自己可以用的商业地产 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小目标 另外就是这个是现实的目标 不现实的目标呢 就是我想去买一些就是比较激进的投资产品 像NFT啊这种 其实我我看了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我不跟大家普及了 因为我一直想去买一个NFT的头像 那个NFT的头像呢 大概要现在我看上的那个要大概35万美金 但是我周边的人特别反对 就我周边的同事都觉得我疯掉了 他们再次觉得我疯掉了 他们觉得我会赔得血本无归的 但是我说OK 没关系你们等着好吧 我因为我现在看到局势动乱嘛 乌克兰战争什么的 比特币以太坊都在跌 所以我可能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去尝试一下 我买这个的目的不是其他的 我就是想就是公升录局吧 去看一下这个行业 要不然你不买的话 你永远都不会去看这个行业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不现实的投资 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跟风走 所以我还是会以房产为主 你刚才说到那个 你说疯狂的一个决定 其实你你刚才访谈的时候 你最开始讲到的 你自己做自媒体 也是啊别人说你疯了呀 别人说你不可能做呀 你这个我记得你当的视频说 哎呀你这个普通话都说不清楚 你怎么可能成为自媒体的自媒体人 你现在不是也一样吗 所以我我支持你去去尝试新的东西啊 对的谢谢谢谢 是的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你身边的人不能理解也OK 我也接受他们的想法 对吧 但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吗 我我我只要能够接受这个后果就OK了 对吧 是的就是you can afford it 就是你可以承担这个就可以了 是的 是吧 是的我同意 那你今年我知道你 你看你现在又在推一个另外一个课程 我这个我也是准备要报名上你的课程啊 那你今年是不是咨询这部分 也是会加大一点力度来做呢 其实我我做这件事情我是经过计划的 包括啊我写了分享这本书啊 我做什么个人品牌 我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会往这个咨询这块走的 只不过是我觉得我一开始去想咨询 人们不会听的 比如说我这次推出的分享这个课程 是我录了六个月 OK就六个月 我每个月都在每个星期都在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课程把它打造出来的 就是但是说咨询这件事情 绝大部分人统一的感觉 会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难 就好像我一定要是一个专家 我才可以去做 那我一定要有社交媒体等等 我就在想怎么样可以让普通人 就是在这方面压力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才会做一些周边的产品 比如说像个人品牌啊等等 就是我核心的其实想做的 我都主动的业务啊 就是讲到我自己的工作 其实还是我希望自己可以把咨询 做好 同时我还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咨询是一个普通人 也可以开始做的一个工作 真的非常棒 其实我自己做咨询 也是大概从去年初开始 我做尝试 我还是蛮injoy这个过程的 而且我是发现 我做这个咨询的这个几十位朋友啊 这一年中 他们都是结束之后都觉得 哎呀我今天特别有收获 其实我是感觉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跟别人去分享 把自己的这个知识和经验跟别人分享的 所以我非常的支持你做这个 谢谢 为什么我马上报了呢 因为Henry呢 他我记得他在直播中讲到啊 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现在提供给你的价格 永远肯定是最低的价格 以后不可能比这价格低 只会比这价格涨 其实我跟Henry在这点是一样的 其实我自己网课也是 我去年因为刚开始第一年嘛 我实际上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价格 然后今年我就提价了 那照样还是有人报名 对吧 因为大家知道是有价值的 所以呢是绝对是无超所值的 那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Henry的最近的这个直播 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支持他一下啊 你刚才讲到了说 你还是准备你的计划 是一年买一个房嘛 你还是focus在澳洲吗 我目前应该是的 目前应该是的 因为这个尤其是税收啊 等等一些东西比较复杂 我也曾经考虑过一些其他国家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 你没有一个严密的计划之前 最好不要去瞎搞 因为你把事情变复杂了 税务体系啊等等一些都不太一样 好因为咱们两个是地产行业的同行 在加拿大基本上是 做地产投资有两派 一派就是现金流派 一派就是增值派 那对你的投资的策略来讲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投资策略 嗯OK 我觉得房地产啊 就是它其实投资并不难 真的就是谁都能投 傻瓜也能投 但房地产呢 它真正难难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就是你一开始要选择一个 长远的战略 就像立点说的 我自己啊 我既不站队这个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 也不站队这个增值这一块 我觉得房地产其实它的核心很简单 就是靠地吸收这个增值 然后靠房子收租金 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一点 你就OK了 那这两点我们是要去平衡的 我用的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策略 但是呢 我会我会去更注重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地区的一个长远的一个发展 就是地区我怎么样 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会怎么样 我更多的会去关注这个政府的一个策略 然后在这个房子投资的过程里面 就是如果你可以知道 政府是怎么样布局的 政府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个会对你后面房地产投资 有很大的帮助 你做的这一块 我觉得意义真的很大 租赁这一块 我也特别感兴趣 你能告诉我一些tricks吗 比如说在加拿大租房 你就告诉我 如果租了一个房子 你觉得会走的坑是什么 我前两天还做这个视频嘛 我说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 当租客 他没有住到你房子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做好严格的筛选 我的基本上筛选呢 我是跟大家讲 不管你用任何方式 确认三个方面 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好的租客 第一就是确认他的收入来源 确认他是不是能够交租 这是第一 包括交租历史 对吧 一个是收入来源 交租历史 另外一个就是 是不是尊重人的人 就是你这个人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租客 他准时交租啊 但是他人品不好 给你造成很多麻烦 这个怎么发现 这个怎么发现 就是通过背景调查 一个呢是 比如说 因为我是六部筛选嘛 我六部筛选 就是每一部都要去 跟租客交流的过程中 你去感觉 比如说咱们俩现在做视频 对吧 就是大家face to face的时候 你可能通过他看访 或者说你哪怕弄一个video call 就像咱们这样的 给你的潜在租客 那你去问一些有效的问题的时候 你感受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很真诚的 对 实际上就是问问题 你这个你肯定也认同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问对方问题 你能够获得更多信息 更有价值的信息 那这个在我课程里是 是有给大家讲的 对吧 那还有就是做那个 Landlord 这个Background Check 怎么样去问Landlord 有效的问题 去得到这个租客 他在那边租住的情况 这个确实要做 这个确实要做 我以前租房子吃亏 就是没做好这个调查 我非常赞同 然后就是干净整洁 他是不是能够爱护你房子的人 如果你只能问 这个就是他的过去的 这个Landlord的一个问题 你会问什么问题 我很好奇 就怎么样通过一个问题 高效的知道这个租客好不好 因为有一些房东 他会掩饰你知道吗 因为跟我没关系 他又会说一些好话 不得罪了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高效的问到这个房东 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或者这个租客怎么样 我自己当然了 你说要只是问一个问题 这个比较难回答 但是我通常呢 我的策略就是 我会问open-ended question 比如说我第一个问题 你可以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这个租客 就是我想让他讲一下他租客 如果他当时跟我 就是简单的这种客套话讲的 那么我就要再深层 再去问其他的问题 我还有个问题比较好奇 因为这个我没深入的去研究过 就华人租客会不会比西人稍微好一点 总体之内 你这个问题实际上 特别普遍大家的问题 包括我群里面好多人就说 哎呀 这个族裔的新移民过来的 我该不该租他 我给大家的统一答复是什么 哪里都有好和不好的租客 真的是这样的 就说我们华人租客 华人租客呢 可能欠租的情况下不多 但是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那个比率不多 但是是不是能够爱护房子 守规矩 这个就是一定要你去跟他去接触 去感觉这个人的人品 再加上你跟他要去讲 这个加拿大的这些的租赁法规啊 这些 看他是愿不愿意去遵守 对 我觉得这个 不能说哪个族裔就是有好和不好的 都会有 都会有好和不好的 是的 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你们一般就是遇到比较极端的 最坏的 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 我想知道 最糟心的事情 租房子的 最糟心的事情 我觉得 比较让房东头疼的 最最主要的 就是租客欠租 租客欠租 就是不交租金 然后也不走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加拿大也是不能直接踢走 是吧 就有个很复杂的申请 可以直接踢走 但是 现在基本上 至少你要上诉的话 走法律程序 三到四个月的等待期 在这个等待期 你的租客在里头怎么搞 交不交租金 这个就保证不了了 加拿大跟澳洲一样 特别保护租客 OK 所以 我觉得这个 就学会租赁 这个也真的非常重要了 就是你在这种法律环境下 最后找到一个坏的租客 然后你还跟他很强势 对吧 最后你就惨了 租赁房产中间有很多问题 值得去学习 未来我要多关注一下 我知道有一些澳洲的 也是看到了这个视频 他们说可以借鉴 虽然是两个国家 因为我网课 也是有美国的学员 也有不少 美国的学员 可以的 都是可以借鉴 下一次我看什么时间 跟你约个时间吗 我们先在社群里面 小分享一下 好吧 然后再找个时间 大分享一下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 能帮助到澳洲的 这些房东们 因为这些头疼的事 确实经济上精神上 很大的折磨 对 咱们还是想轻轻松松的 挣钱 对吧 是的 是的 租房子本来是一件 开心的事情 所以好多人都搞得崩溃了 是 那今天我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哈利 我知道 没事 抽出这个时间 非常的宝贵 因为也报你的课程了 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交流 好的 这个也感谢 历练这边的 所有的这个小伙伴们 好吧 希望大家在成为这个 叫包租公 包租婆的道路上 少一些阻碍 可以成为一个开心的 包租公 包租婆 好吗 如果想关注我这边的话 可以搜索澳洲Henry 澳洲Henry 我会把Henry的 他的YouTube频道 放在我的视频下面 另外呢 我想最后来祝愿一下 这个Henry 因为我记得 我看他的其中一个视频 他当时说 他想做澳洲首富 我想就把这个 作为他一个 作为他一个前进的目标吧 对对对 这个是吹了个牛 大家不要当真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但我觉得对吧 人一定要有梦想 对吧 一定要有一点点野心 好吧 希望吧 谢谢你一点 我要是成为首富 也许哪一天失陷了呢 You never know 我想跟你说 等到你还不是首富 等你比现在再富裕的时候 不要把我忘记就好了 不会的 不要到时候不理我就好 不会 不会 我们很低调的 很平易近人 开个玩笑 我确实还有 以后还有很多东西 向你学习的 这肯定是的 好的 来相互学习 好 谢谢你的时间 哈瑞 好 拜拜 好的 拜拜 拜拜